2017年 六小灵童意外现身杨洁导演葬礼 就在大家以为 她是放下过往恩怨 前来送恩师最后一程时 谁知一开口竟是让参加葬礼的人 多多捧场她即将上映的电影 今年下半年 中外合拍的电影西游记即将 正式开机 我继续扮演美猴王宋永彤 这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深表意外 毕竟在西游记刚播出之际 杨洁就曾表示 她恨不得西游记不成功 究竟当年六小灵童四人做了什么 会让杨洁如此心寒地说出这种话 原来早在1978年 日本就拍摄了西游记 传入国内后舆论哗然 不仅是因为剧情太烂 更是因为里面饰演唐僧和如来佛祖的演员是你的 并且很多剧情也都颠覆了原版 于是在国内播出没几集就被下架了 看到中国的经典名著被糟蹋 央视决定筹拍西游记 最终找到杨洁导演 他信心满满地说 只要有钱 什么都不成问题 然而事实上 能把西游记拍好 真的是比西天取经还困难 等到正式开拍时杨洁傻眼了 因为上面给他的资金只有区区300万 而且整个剧组也只有一部摄影机和一个摄影老师 这对一部制作如此巨大的电视剧来说 简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但作为导演的杨洁并没有弃免 资金不够就想办法拉赞住 因为资金有限 剧组内的一集演员片酬也仅仅只有50块 虽然说片酬低 可在选演员方面 杨洁是一点都不含糊 当找到六灵童时 他直接感叹简直就是孙悟空转世 但彼时的六灵童已经年过40 在体力和执行力方面有些差强人力 于是在一次犯后 他把自己儿子六小灵童推荐给了导演 就这样六小灵童进了组 本以为至此算是找到了这部剧的灵魂 可令杨洁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 镜头下无所不能的美猴王 在生活中竟然根本不能自理 所有事情都需要父亲照料 最后无可奈何下 杨洁只能放出狠话 所有无关人员必须撤离现场 而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两人走向绝裂的导火索 《西游记》顺利上映后 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喜爱 于是各种商演接踵而至 凡是追求完美的杨洁便带着他们彩排商演节目 可不成想师徒四人竟然频繁请假 后来才得知 原来是他们四个人嫌给的太少 然后纷纷选择自己接商演 这让杨洁勃然大怒 但四人不思悔改 反而还恶人先到状 抱怨杨洁就是想多拿钱 杨洁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一手捧红的师徒四人 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暴打自己 其中六小灵童更是当面之言 我们在剧组苦了那么久 现在在外面赚点钱怎么了 这让杨洁当场愣住 没想到自己最终不但没捞着一点好 反而还差点和他们反目成仇 后来几人间的感情越来越大 直到2017年杨洁去世 其余几人才再度在葬礼现场见面 本以为是来悼念杨洁导演 可六小灵童竟然在镜头前 宣传起了新片电影版西游戟 这一幕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都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但谁又能想到 现实竟是如此的冷漠